这条鱼是周六打转的 周六那个时候给它打了两针 然后昨天呢 看了一下基本上躺平了 但是今天真的是给我意外惊喜 我昨天都不抱希望了 昨天甚至想把它捞掉了 但是还是想想 死鱼当活鱼 一呗 鱼者人心啊 这条鱼那个时候 因为前天甲板夹过以后 它的两个眼睛 都已经有严重的外部梦眼 包括嘴巴和身上都有被摩擦的情况 但是这个问题应该 应该十天半个月都逐步能够愈合的 只要命在 我相信能够把它治好 养鱼养心 我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养鱼了 其实更多的是 自我认为已经提升了一个境界 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养鱼过程中 也陆陆续续使了很多鱼 交了很多学费 这几年应该说 逐步会把一些鱼的一些问题 都能够赶紧地给它解决掉 关注我 了解更多养鱼之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